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一太爱 之前咱们讲了这次公园服务对红书人 梦之女巫 厂长和第四四个角色的调整 现在咱们继续来说 经过这一次咱们艾米丽也变得更强了 医生使用真管每次治疗的时候 从一次回一半血改为一次减少四分之一 当然了 时间也减少了一半 这样医生在略轨的时候就有了一些自爆能力 很可能会大大增加医生在高端局的出场率哦 而下一个就是小特 嘿嘿 没错 怀疑她的幼哥在下手了 只不过这次是一点小家常用 解释召唤玩偶的时候将优先在身后生成 这样的话 扛刀什么的 你们等的了 而且 这次调整对巫女也进行了相当大的加强 以后 减速盒子将只对监管者生效 而加速盒子也只会对求生者生效了 这样的话 医院盒以后再也不会控队友了哦 而在面对不同的图图时 咱们还会有更多的选择 只是 由于这个加强 貌似有些过分的样子 幻大大将八音盒的效果下调了那么一九九 这点小小的削弱 相信所有喜欢巫女的小宝贝都能够接受 不过相对于其他角色 盲女的变化才是最大的 看看这视角 再也不像同学那样漆黑一片了 这本身就是对盲女的超级大加强了 而且 盲女现在拥有了自保能力呢 幻大大为盲女增加了新技能 生光干扰 使用后会让监管者失去平衡 这样想到后退一段剧气 监管者离生光中心越近 后退的就越远 而且现在当盲女超级盲罩的时候 哇 势力完全恢复了耶 而且 可以边走边敲哑 不过呢 在这一波大的加强背后 也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削弱 她的卖力速度比之前下降了10% 这个 对于加强来说 是不是撒撒碎吧 相信推测改动也会让海伦娜重获新生的 以后她再也不会是冷门全身者了 那 宝贝对这次调整了什么看法呢 不关注了 搞了三天吧 想想我爱你年轻民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